吊車高掛吊欄 不只高度達到六層樓高 放到畫面看仔細 還有一名工人坐在上面 下一秒 疑似重心不穩 突然晃了好大一下 就像是高空盪秋千 今天場面讓周遭住戶 看了都捏拔冷汗 當然了 生命啊 一條命啊 你這樣摔下來怎麼辦 不可以這麼吵架人命吧 民眾把影片PO上網後 引發熱烈討論 有人說好恐怖 嚇死人了 命是自己的好嗎 還有人說這台工程界很常見 師傅老闆說過 怕死就別來 施工現場在新北市汐止 崇德好市社宅工地 去年體動工總戶樹工一百八十六戶 分為一房兩房以及三房房型 有沒有想到才開工五個月 就出現公安疑慮 基本上它要有一個背負式安全帶 然後要有一個勾掛 某種勾掛在設備上面 然後勞工個人的一個安全裝備 勞工安全帽之類的 新北市老檢處 直後下午派員機查 卻發現現場沒有工人 目前已經打電話通知營造商 要求負責人 週一到辦公室說明 才可以復工 初步認定違反 治安法相關規定 將派員實施檢查 如確認屬實 依治安法可處 三至三十萬元罰還 違規罰前是小事 但如果賠上生命安全 可不是是否開罰 就能解決 三內新聞 王宇宇宙新宜 新北采訪報導